冬天移栽兰花注意事项 冬天在移栽兰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移栽的环境 首先需要补充充足的温度 如果温度达不到的话 移栽之后很容易出现死亡 转移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温度进行分别的换盆 如果温度在21度以上 而且光照也不错 换盆的时候可以修剪一下根系 把腐烂的根系修剪掉 然后把根系伤口晾干之后再重新上盆 如果室内温度在18度以下 换盆的时候如果从外观检查根系 如果外观有腐烂的根系就修剪一下 如果没有腐烂的根系就不要修剪了 尽可能的把对根系的伤害降到最低 另外为了让兰花尽快的浮盆 我们可以在土壤里加上一点生物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 帮助兰花尽快浮盆 换盆之后不要着急浇水 等盆土彻底干透之后 然后再浇水 一定要保证每次浇水都要等盆土干透 另外不要着急上肥 等养护一个月之后再开始正常施肥就可以了 这种勾当来 这种勾当来 或难度 不再来 在这种勾当来 的 我 我们下期见